Ezy哥仔 MIRROR今天... 不是,出這段影片已經過了12點了 MIRROR昨天就出了她今年第二首團歌 星期一就演唱會啦 快點出一首演唱會主題曲 真的很厲害,她不怕粉絲做不切功課 的確,鏡粉是一定不會做不切功課的 剛才那條首播我有看 那個留言量是多到快到 我留言,我一按Enter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東西飛去哪裡了 慘了價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飛呢? 最主要是不知道我媽媽有沒有飛呢? 不好意思,你兒子真的沒有能力幫你飛這張飛回來 他很喜歡姜濤 我自己都OK姜濤的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姜濤和Ian 新歌的名字叫We are 一聽歌名已經覺得這首歌很有團魂了 很有團魂又叫We are 熱血藍而門,你想起什麼? 沒錯,想起One Piece海賊王 我們是海賊王粉絲 抱歉,我是海賊王粉絲 填詞黃偉文,這首好像是他第1500首歌 作曲編曲監製黃雙進黃雙進黃雙進 即是黃綠進 對不起,不應該說這個笑 今早12點聽,刺測先行版就有網民投訴說 不知道是音樂太亂,還是太大聲 就不太聽到12位成員在唱什麼 我剛剛看OfficialMV的首播 我又覺得好像有改善到 不知道是不是Source不同 所以有少許分別 還是真的有改善了呢? 不知道,但人聲聽得出很多 不過我看著這個OfficialMV的影片 16分鐘就有26,000view的留言 大家在討論的都不再是這個範疇了 九成的留言 飛過那些很帥、很帥、很帥、很帥的不說 普遍都在說MV,好帥 12位成員,好可愛 MIRROR的人氣都真的 可能是我小時候 由四大天王年代開始見過 最群情洶湧的明星組合 四大天王當然不是一個組合 但是一個明星單位 其實可能是誰的 但因為四大天王的時候 沒有Youtube,沒有Live,沒有數據看 這首歌是太空主題 一開始就有一些Funk Riff 對呀,那些Funk東西經常都是這樣的 嘩嘩嘩,不要誤誤我了 對呀,那些Funk東西經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Slide 然後就八度地去 通常在一些Funk東西裡面都有這個元素 很多都有 說真的,平時聽開Canton Pop的我 去聽用EDM去做一些Funk Riff 是頗有趣的 平時一講Funk 聽開的都是一些吉他聲 然後手歌都用了一些Riff 去做到整件事比較科幻 就襯托這個太空主題 就是這裡啦 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其實這些東西叫做Arpeggio 它是將一個Cord裡面有組成音 拆開 然後由高至低 又或者由低至高 逐顆給你聽 分別就是Cmire Cmire 還有這個Gm7 所以跟著掃應該就有效的 還欠哪個呀? 以後距離 沒有死的沒有死的 所以之前夾Bang有時候聽到這些 其實都開心的 因為很快就可以撿到那個Cord的握音出來 看看它是5m還是major還是其他東西而已 而且這首歌是直接用Silver Sizer的聲音 去做Arpeggio 所以就有一個科幻感傳開了 Arpeggio不是用來半咒的 用來做Focal up唱出來也會有的 例子就有林家謙的某種老朋友 但可否當作聖魚舞開 D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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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其實都是一個Arpeggio 這次的MV我自己都覺得是Fun的 不是要搓型仔 12個一起瘋一下玩一下 也十分歡樂 歌詞也是一些輕鬆的東西 就不是那種大道理類型的歌 不過Wyman一直都被人說 經常在歌詞埋尾的一句兩句 就會令你感嘆他的文筆 這首歌最後就是 《容人門代博理事發》 《詩詩我者痛你的專家》 好像真的蠻獨有环衛文理的 有空聽一些放鬆的歌真的不錯 不用在下一集聽到這麼嚴重的東西 都是那句了 小弟並非專業人員 全部都是我自己個人認為的 I me myself believe 有錯,又或者不認同,又或者認同也好 歡迎大家留言,留言,指定,又或者討論 最後,他們MV一開始那段 令我想起我很久之前拍的影片 很喜歡一段BGM 不過當時有一群觀眾們覺得 我覺得那段BGM不好聽 再播就罷了 我心想,都是BGM,要不要罷了 現在就放那段BGM給你聽 不要罷了 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說真的,前天取緣了MC 今晚取緣了MIRROR 有點累了 不過星期一都會有片出的 大家如果喜歡看EG歌仔的話 除了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記得看我其他的日常生活影片 讓我這個頻道健康地成長一下 這樣才能夠做到這麼多影片 我逢星期一和星期四會出我的個人生活影片 裡面可能會是一些隱世的地方 可能好吃、好玩 又或者是一些輕鬆的綜藝片 可能有試食之類之類之類的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的 那我當然覺得很有趣的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鈴鐺 Follow我IG和Facebook 尤其是IG 其實Facebook可以不太用力了 最主要是IG 在這裏面再見 Bye Bye